华夏时报China Times 纳西恩 记者当入北京报道,距离房贷、子女教育、赡养老人等专项扣除全面实施,还有不到20天时间。 华夏时报记者获悉,财政部和税务总局目前正加紧完善专项扣除的实施细则和相关争获配套准备。 各地税务部门也正在探索个人所得税管理大数据平台,以确保个税改革红利全面及时释放。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部分国有银行正在配合财政部和央行进行手套房利息的数据目的统计。 由于房贷抵扣是有限制的,即抵扣手套房的利息,因此如何认证是否是手套房,需要银行方面的协助。 一位基层税务局的人士告诉华夏时报记者,不过,此前备受关注的超过140平不能抵扣个税的传言,上述税务部门工作人员告诉华夏时报记者,目前没有有关房产面积的通知。 按照新个税法,不管多大的房产,都是按照定额进行扣除,不会造成有钱人少缴税的那税不公平现象。 但他同时也表示,相关税则的正式文件尚未公布,具体情况还不好说。 据了解,在专项扣除中,除了手套房利率之外,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租金,善良老人等其他专项扣除相对加好认证。 税务部门提醒,除了善良老人,其他专项扣除应留好相应票据以方便申报。 防贷摸底。 可按每月1000元标准定额扣除,住房租金根据纳税人成族住房所在城市的不同,按每月800元到1200元定额扣除。 不过,一个难点在于,手套房的相关认定,比如,手套房首次贷款的,基本符合检验政策。 但如果房产面积过大,超过140平米,甚至200平米,是否能够扣除,尚没有明确规定。 按照此前传闻,房贷利息抵扣个税中,住房大于140平米可能被排除在外。 不过,新的个税法中并没有相关内容。 按照新的个税法,有关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的具体内容来,发生的手套住房贷款利息支出,在偿还贷款期间,可以按照每年12000元每月1000元标准定额扣除。 非手套住房贷款利息支出,那税人不得扣除,相关细则都在晚上中,针对华夏时报记者的疑问,一位接近财政部的人士回应,上述税务局人士表示,最终的扣除在按照财政部,税务总局联合下发的文件来执行,在大方向上会与个税法保持一致,但一些细则可能会有所调整,具体情况不好说。 事实上,如果认定手套房,仅靠银行的协助并不足够,还需要房地产相挂部门的配合,这也是不动产登记信息,全国联网后,才能做到的事。 据了解,不动产登记信息全国联网后,全国不同种类的房源,将统一汇总到国家及平台上,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之间的信息孤岛,将被彻底打破。 事实上,不仅适合银行之间,新格甩得顺利落地,离不开各部门之间的数据信息共享。 比如,公安,人民银行等相关部门,应当协助税务机关确定纳税人的身份,金融账户信息。 教育,卫生,医保,民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住建,人民银行,金融监得管理等相关部门,应当向税务机关,提供纳税人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败款,利息,住,房租金等专项附加客户信息。 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究所所长李世宏看来,新格税法涉及的纳税人多,影响面广,应该保证硬件的升级和相关信息处理系统的铺设,做好信息系统升级的准备工作和宣传指导,确保首次的预扣预奖,可以顺利完成。 简便扣除,根据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担心办法征求意见稿,一般的工金族,只需要将专项附加扣除相关信息,包括纳税人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被赡养老人等个人身份信息,以及其他与专项附加扣除相关信息,提交给公司财务人员,就可以享受每个月在税前扣除。 中国设计的整收方式非常有实用性,它保持带扣带脚的优势,最大限度减少自行申报的数量,减轻了纳税人申报负担。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级经济学家约翰·布朗德罗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个税较为复杂,为了简便疫情,专项附加口除基本采用了定额口除办法,纳税人只需要申报相关信息, 就能享受相关专项附加口除,目前,各地已经召开多场新歌税的相关培训。 据广东盛税务局纳税服务中心副主任戴洪会介绍,截止11日30日,广东税务系统共组织内部培训1462场, 培训加部职工84751人次,面向后脚义务人培训3326场,参加培训59万人次。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